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卧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他说了 面相对象的编程思想中 最主要的用到面相对象 又用它三个最重要的特性 分别是封装继承波态 对吧 前边呢 咱们用了几点个的时间 把封装续完了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做一个类的时候 形成对象的时候 有封装和没封装 这个差距是不是就很大啊 对不对 那只是其中一个特性 那咱们介绍过了 那就不多说了 那这就开始了 咱们学习 另外一个特性 也是非常重要的 咱们写面相对象程序 必须用到的一个特性 什么呢 继承性 对吧 什么是继承性呢 你看看我 是不是够帅 我为什么这么帅 因为我老爹长得非常帅 对吧 这就是继承过来它的优点 我没继承它的缺点 对吧 它的最主要的优点就是帅 对我继承过来了 对吧 那程序中呢 也是存在继承性的 如果没有继承的话 会有什么结果呢 想象一下 咱们说 按照软件工程的原则 对吧 代码得有什么 可从用性 可维护性 可扩展性 一修改性 对不对 等等等等 这些特性 如果你没有继承的话 都体现不出来 有了继承 那么重用性 扩展性 可修改性 可维护性 都出来了 听到吧 怎么出来的 比如说 假如说我们在设计类的时候 如果你就压根内想到继承 对吧 那经常设计两个类的时候 会有一些重复的东西 比如说 咱们假如说 有一个类 什么 比如说老虎 对吧 那你想象一下 假如一个动物老虎的这个类 老 我还打不出来了 老虎 一个类对不对 你想象 它能有什么属性和行为 老虎 对 老虎 十周五 这里边 你是不是 老虎 那个 可以是 先说属性 王的 王的脑子热动 那个只是皮肤 对不对 猫科动物的 老虎的最主要的属性 有两个眼镜 对吧 就是长将吧 对不对 两只眼睛 不是两只老虎 对不对 两只眼镜 四条腿 对不对 四条腿 然后呢 还有什么 还有 就四个爪子 还有两个耳朵 对不对 两个 耳朵 对吧 还有嘴 对吧 还长毛 对不对 它的行为呢 是抓动物 吃肉 对吧 不是吃老虎肉 等等吧 那就随便想一下 但它行为有很多了 对不对 睡觉 对吧 反映后代 这都是老虎的特性 那 再看一下 除了老虎 咱们再看一下 如果我写 再写一个类 比如说 我写一个猎豹 对 猎豹 对吧 那身边这个类的时候 在一个程序里出现 那你身边它的属性 是不是也得有什么 也有两只眼睛 对吧 四条腿 两只眼睛 四条腿 对吧 还有什么 两个耳朵 两个 耳朵 对吧 两个耳朵 也有吃肉的行为 对吧 嗯 那么 或者什么 呃 其他的等等等等 对不对 对吧 那如果咱们写成语的时候 你如果太随意的话 就像这样 我写个老虎 写这么多 写个猎豹 写这么多 那你想想 是不是从不动太多了 这是远劲工程 提倡什么 这个 什么 重用性 对吧 这个呢 你写代码 从不可不是 重用性 对不对 对吧 同样的代码写一遍 才是好的代码吧 所以怎么办呢 咱们看一下 如果把这俩 公用的特性 拿出来 公用的特性 拿出来 就是什么 对 共同的东西 老虎和猎豹 共同的属性和行为 如果能提出来 是不是就是猫科动物啊 对吧 它俩是不是都属于猫科动物 然后再有各自的行为 是这样的吧 所以呢 它们两个都是从猫身上 继承过来的 对不对 猫科动物 对吧 比如说 在上面吧 猫科 动物 对吧 咱可以把你们所有的猫科 都有两只眼睛 四条腿 两只耳朵 爱吃肉 对不对 是不是这些 如果我们把这些共有的属性 这些 我们把它放到猫科动物里边 这个东西怎么办 是不是就不逍遥了 是不是 那写在猫科动物不是他俩在这里边吧 我们让老虎如果能继承这个 继承猫科动物 猎豹 能继承猫科动物的行为 那猫科动物里边有的 是不是老虎里边就有 对吧 那猫科动物有的 猎豹里边什么都有 然后老虎再有什么 个别的自己 比如说他头上带个狼字 那个对不对 那是不是他特有的一些属性了 猎豹在那豹纹的皮毛 在豹纹的什么斑点 对吧 等等等等 是不是是具有共同的属性 然后属性之间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 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就怎么办 就自己写自己的 如果有一样的 我复杂地写 对吧 那这个则说人的过程 从用性上 咱是不达到了 什么叫从用性上 这些东西 继承过来 老虎是不是就不用写这一代码了 猫科动物是不是也不用写这一代码了 再写自己独立的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这是一个 那最主要的 咱说刚才只说了 从用性对不对 代码不从不得写 那比如说可扩展性 对吧 可扩展性 比如说 我现在要用到老虎和猎豹 追击猎物跑的那个方法 我就不用两个里都加了 它俩是不是都有跑的 我直接在这里边 加一个跑的一个方法 对吧 第一个行为 是不是老虎和猎豹 都会拥有这个跑的行为了 对吧 比如说我把吃肉这改了 比如说现在动物不好抓 也让它俩吃素食动物 吃素食 比如吃面条 对吧 所以把吃肉的方法改成吃面条 那么是不是两个方法也都跟着改了 可修改性 可扩展性 对吧 还有什么 可维护性也很方便 只要是维护这个 是不是下边这两个就全维护了 对吧 所以呢 咱们以后在遇到类的时候 记住 如果有两个类 记住了 如果有两个类 有相同的属性和行为 我们该怎么办 对 把两个类相同的东西提出来 就能形成一个负类 让这两个类继承它 那就把两个类里边写的可从不代码 是不是合到一起去了 这是咱们使用继承的原则 听懂吧 另外呢 咱们不要把它理解成继承 有的时候咱们这么理解 你在试两个类的时候 这个类有这个东西 那个类它相同对不对 提个负类 这是其中一种原因 对不对 另外咱们最主要的是 咱们把这个东西还要立着为扩展 对吧 咱说你设计多个类的时候 有相同那种不提 对不对 这是一种原则 对不对 再有 我在设计程序的时候 对吧 假如说我现在属于二次开发 假如说二次开发 在程序里边原来有五六个功能了 对不对 是不是有五六个功能了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五六个功能是 妹子写的五六个功能 对不对 拿到我这来了 我还想加一些功能 怎么办呢 我如果在这个原类上加的话 是不是原成序被破坏了 对吧 因为不要小看原成序破坏了 我在原成序改的话 有可能是我对他的项目不太了解 我改一个地方会影响大片 明白这意思吧 这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呢不要小看 所以用户提的一个需求很简单 对不对 但是你代码会改很大一片 对吧 那我在还想加我的功能 还不想改变原来这个类的结构特点 也就是它原来效果还保持不变 我只想扩展一下功能怎么办呢 那我在设计类的时候 记着你在别人程度上升级的时候 对吧 你只需要写一个类 干嘛呀 把原来的类去继承系统里边原来的类 记着继承的话 下边就往上面写 箭头指向那个是负类 对吧 这里边给大家提几个名词啊 比如说这个猫科动物对不对 那它是负类 老虎和猎豹是子类 对不对 那负类也叫做鸡类 基础的鸡 对吧 那子类也叫做派生类 OK 所以以后我说鸡类也就在说负类 说子类或者说派生类都说的是子类 这都能明白吧 也就是子类的画图表示的时候 箭头一定要指向负类 能列这个问题吗 可以吧 所以呢 咱们说了 第二种情况就是你对系统在维护升级的时候 对吧 不要改个来动 你做也改 你就是什么 面向对象都是对象做成 对不对 只需要在这个类的基础上干嘛呀 对 对你继承上面类 功能就全拿过来了 这里边你再加两个 比如原来有四个 你再加两个 那你这个子类是不是就几个功能 是不是六个功能 对吧 然后你直接创建子类对上用 是不是就用你 加的功能和原来那四个功能 六个功能是不是都有了 这是设计类的时候的第二个原则 就知道吧 记好了 第一个原则 如果你自己写多个类的时候 有相同的 怎么办呢 提出一个负类继承 这是一种情况对不对 第二个情况 有没有 在改别人代码的时候会对别人系统升级的时候 尽量系统里边原来的类别改 但是不是说不能改 是可以改的对不对 但是怎么方便呢 原来代码不动 我得加一个类 把原来东西拿过来 再写自己的 是不是更清楚一些 对吧 这是两种原则 那再有 像咱们写类的时候可以很多继承 比如老虎和猎豹可以继承猫和动物 对不对 那猫科和犬科或者其他科科会继承动物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 可以有很多层次的继承 但是呢 对于皮尔皮来说 是单继承的 什么是单继承的 比如说 我带你画图 对 假如说咱们说 先看看多继承 假如说我这边有一个手机的类 对吧 现在手机功能是不是很全 可不可以当相机用 可以 可以吧 那可不可以当收音机用 可不可以当MP3用 可以 可以吧 所以咱们手机可以继承相机 单织文字 你可以想象这是相机两个对不对 可以继承什么 收音机 MP3 对不对 再加手机通话发短信的功能 对吧 这样的话 他继承这三个类 这三个类的功能全拿过来 然后自己怎么呢 再加上一些扩展 是不是手机现在的功能就很全了 对吧 但是这种呢 特别不好 不好在哪呢 如果负类哪个类改版的话 很容易破坏子类 对吧 比如说 MP3升级了 变成MP4或者什么其他的 对不对 那手机有可能就跟升级了 但是不是不好 但是有一些事实 跟这个MP3有关的升级 不想要手机有的 是不是也跟着有了 所以会感觉特别的弱 听懂吧 所以说咱们唯一有多继承的 就是这个西加加里边这边有 所以西加加的升级产品 比如微软的 西shop都会把那个什么 多继承的功能给去掉 所以在加加加加加加级产品里边 所以在加加加里边和PSP里边 现在选择的都是单继承 什么是单继承呢 就是一个类只允许它有一个副类 听懂吧 像我们这个类可以继承这个 对吧 这个类可以继承这个 这个类可以继承这个 最下面这个位还是拥有上边那三个位的功能 对吧 但是他们这上面的三个户类也都是一家的 对不对 比如说太爷爷爷爷父亲孙子 是不是就这样的关系 对吧 所以呢 PRP适合是单继承 所以别人问你PRP一个类能继承几个类 你告诉他 PRP一个类只能有一个户类 他的户类还可以有户类 对吧 但是一个类可不有多个子的呀 当然可以 像前面的话说 猫和动物可以有什么 老虎豹猫之类学豹之类的 对不对 是不是又可以有很多个子类呀 对吧 但是他只能有一个户类 就知道吧 这样的话 好多东西不容易破坏 而且后边实现多态或者这关系的时候 也特别容易实现 就知道吧 所以呢 大家已经记住 继承是面向对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 没有继承好多成维写出来 就算能写出来 那你代码的刚才能说的那几个重要的地方 对 重用性 可扩展性 可维物性 可修改性 都体现不出来 对吧 包括后边咱讲多态的时候 多态必须得用到继承 听什么 所以呢 继承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技术难不难呢 不难 听了吧 大家一定要得记着 记着这就和他们重点说的是两个事 什么呢 就是如何去 怎么的 什么时候能用到继承 在重点提示下 两个类有相同功能的时候 提出一个不类 对吧 对别人系统改的时候呢 不要改原来的东西 继承还有一个理解 叫做扩展 对吧 扩展出来自己写 就完了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几个课呢 咱们什么是继承 咱们就就到这里 好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